但还是有很多记者前来观战 也许这个阵容多是替补球员的原因 开场不久阵型就乱了 后防线更是被水晶宫队扯得漏洞百出 上半场被水晶宫队连进两球 这场比赛水晶宫队上的大多数一线的替补队员 但是年轻体力好拼强也比较积极 整个队具有典型的英格兰球队的风格 中场休息时气无声来了一个大换班 九上九下并且一再强调 场上一定要保住队形 防守要积极进攻要坚决 下半时开场不到两分钟 余根伟在左路突破船中 郝海东中路跟进扳回一球 此后中国队完全把握住了场上的局势 向水晶宫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 又接连攻进了四个球 最终以5比2反败为胜 尽管中国队大胜了对手 但对中国队来说 这是一场不应看重结果 而应分析过程的比赛 中国队在下半时组织得很好 防守体系也很严密 队员们也比较有信心 在前场打得很快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支中国球队 我们对他们的水平深感震惊 8月21号 中国队进行抵达伦敦后的第三场热身赛 对手是上赛季获得英格兰组总杯冠军 和超级联赛第六名的切尔西队 比赛是在切尔西俱乐部的训练场地上进行的 看着切尔西俱乐部良好的训练场地 主教练器务生和国脚们感慨万分 迄今为止 我们的国家队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训练基地 他们只能过着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 在球场上中国的球员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就是切尔西队的主教练兼队员古利特 切尔西队的另外几名球星 则并没有在切尔西队同中国队对阵的上场阵容中 像佐拉 维亚利 怀斯 德格耶等主力队员 正在另外一块场地中进行训练 准备24号同班斯利队的比赛 在切尔西队的上场阵容当中 有五名一线队伍的替补球员 其余均是切尔西队青年队的队员 古利特也参加了上半场的比赛 这场比赛的观众不少 有一半是来自中国使馆 其余的则是切尔西俱乐部的球迷 比赛刚刚开始了五分钟 中国队的后防剑就出现了漏洞 几名队员都在向裁判举手示意 等待裁判判罚球出底线时 切尔西队的十号球员却及时把球传向了中路 九号队员跟进横扫将球送进网内 在场外我们看到了几位专为足球杂志 提供照片的摄影记者 也许过不久 中国球员的英姿便会出现在英国的足球杂志上 在上半场的比赛里 切尔西队只有两次射门便攻进一球 中国队暂时以0比1落后 中国队的队员这两年的进步很快 他们具有鲜明的技术特点 但是在这场比赛里 中国队的后防线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下半时的比赛 中国队经过中场的休息和调整之后 场上的局面有所改观 这时刚刚在旁边的那块场地里训练的几位著名球星 也来到场地边 一边放松一边观看比赛 下半时的比赛 中国队在对方的门前创造出几次机会 特别是下半时第14分钟 中国队由郝海东换下了李金宇 前场更显活跃 在下半场进行到第25分钟和第38分钟时 张安华和李明各入一球 而中国队的后防线则没有再出现漏洞 最终中国队以2比1反败为胜 在看到这种英国的打法和世界高水平 就先进打法 这种拼抢很值得我们中国队去学习 它这种简练实用 而且非常讲究时效 在对我们提高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在休息了一天之后 8月23号 中国国家队进行了抵达英国之后的第四场热身赛 这次的对手是英格兰超级联赛的禁旅阿森纳队 1995年阿森纳队访华时曾以1比2败给了北京国安队 同时中国队在伦敦取得三连胜的战绩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阿森纳队很想通过这场比赛来挽回一点念子 由于当天阿森纳队有一场客场的超级联赛 主教练温格带走了一线队34名球员中的17名队员去打客场比赛 另一半则在家里同中国队比赛 虽然阿森纳队以替补队员出战 但是队员们拼抢积极凶狠 把英格兰的足球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此这也是中国队在英国的五场热身赛中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场比赛 在对抗性很强对手逼抢凶狠的情况下 中国队还是打出了不少巧妙的配合 并创造出几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只可惜临门一脚的功夫不过硬没能得分 比赛后阿森纳队的助理教练队七五声说 你的队员门前机会把握太差了 否则不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由于双方都未能把握住得分的机会 最终以0比0而告终 这是中国队在英国五场热身赛中唯一的一场平局 跟那个英国那些球队打了一些比赛 我觉得非常有锻炼价值 因为总的来说在英国吧 这些那个身体比较强壮的队伍 风格比较硬朗的打法 对我们的队伍来说锻炼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几场比赛 对我们的整体打法战术啊 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确实对于中锋来讲呢 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威胁 就要掌握机会啊 攻门得分 那么尤其是到了决赛这个阶段 确实需要那个全体的队员啊 尤其是自己这个位置上面有个好的表现 那么在比赛当中呢 给对方以致命的威胁 队伍通过这几场比赛事件 明显感觉到防守上就是说 尤其是通过中场的这些队员 在就是中场的堵截以后 再到我们后场的球已经就是我们很主动了 相对来说防线的那个保湿的距离要压缩了 就是说前卫后卫前锋之间三条线的距离是压缩了 所以呢 相对来说相对的保护就已经好多了 打这个位置呢 职责比较重要 就是说防守是你这个时候主要职责 进攻也是你的主要职责 等于这两方面你都要做得很好 就是说打的是累点 但是效果比较好 在中场呢 加强了防守的力量 进攻的时候你又能够反上去 需要这个能力呢 比较强 就是说自己要考虑一下如何能做得更好一点 中国国家队在英国期间 不仅同当地高水平俱乐部进行了热身赛 而且还抽空观看了几场高水平的英格兰超级联赛 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 齐无声曾经这样说 球队战术的布置和贯彻 有时候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如果队员们能够亲临现场观看几场高水平的比赛 一些战术布置中和战术执行中所遇到的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 在训练和比赛之余 中国队的身体恢复工作也进行的有条不紊 宿舍地间厨房被开辟成医疗保健室 一些老伤好经常要到这里碰面 一边看书一边治疗的彭伟国显得十分悠闲 目前他的腿伤已经成了全国球迷十分关注的话题 一到晚上九点 队一尹玉华和任嘉庆变成了最辛苦的人 8月25号 中国队进行了在英国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对手是英格兰甲级队查尔顿队 中国队最终以4比2战胜了对手 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与水晶宫队比赛时的上半场相同的阵容 但是两场比赛的情形却完全不同 在对查尔顿队的比赛中 中国队队形保持完整攻击锐利 其中李金宇一人攻入三球 另外一个球是第一次入选国家队的胡云峰攻进的 反观8月20号对水晶宫队的比赛 同样是这套阵容在开场几分钟之后 场上的队员就各自为战 队形没有了 防线也没有了 下半时在换上了另一套阵容之后 场上局面发生了逆转 在45分钟里 中国队共打进了5个球 这场比赛给队员们触动很大 一些队员不仅意识到场上的纪律性很重要 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上进心也被激发出来了 大家对竞争比较 竞争非常激烈 是在大赛临近吧 大家都尽全力的训练和比赛 就是尽可能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 同样一套阵容 在对查尔顿的比赛中 场上纪律严明 队形保持完整 队员们拼抢积极主动 更重要的是 队员们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认真领会了教练的赛前布置 结果比赛打赢了 自己的自信也打回来了 同时对新的战术打法的要求 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现在前面一线就是说 防守非常倒闭 从一定程度上想 对防守来讲 边上位置的位置 顾虑能小一些 因为保护中间就可以了 边上一般前面就非常倒闭 两个前方呢 就是说也增加了 就是前面线这个防守 这个人数 实力 这次中国国家队赴英国集训 前后一共17天 在这17天的集训中 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8月10号到17号 主要进行的是 专项位置训练和有氧耐力训练 无氧耐力训练 第二个阶段是8月18号到26号的五场训练比赛 以及比赛之间的专项位置训练和恢复性训练 经过这17天的训练比赛 中国国家队有了相当的进步 这种进步是反映在队员身上的 全队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 队员们的自信心也越来越强 队员在场上的位置感渐渐成行了 与中国队比赛的五支俱乐部队的教练一致认为 中国队的队形保持得很好 防守层次清楚 整体漏洞少 场上纪律性很好 只是中国队在门前的机会把握太差 这一点如果不能改变 就会成为一支很强的弱队 在英国这17天通过无常比赛 我们的队员在阵型变化当中 大家从开始就很投入 很认真的组合我们整体的这种攻防 那么经过无常比赛的锻炼 和对手这种逼强的场面 我们经过了自身的努力 感觉到队员现在下来应该说 自信心要强得多了 心里很平静对着这个比赛 而且在场上求生的欲望很强了 那么整体合作这个组织的纪律 比以前更强了 这一点是比较突出的 因此我想我们的队员现在 面临着这种状况 当然这是一种访问 这是一种没有这种大赛那种残酷性 那么十枪比赛是很有一个最突出的标准 那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比赛 那么到那时候我们的队员在心里上能 很好地进行一下调整 使他们很平静地投入比赛 我想这个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队伍还是有一定的相当战斗力 十七天很快就过去了 格陵威治大学的校园 已经记住了这一张张充满朝气的面孔 而这群中国小伙子也牢牢地记住了这群小羊楼 楼前的水池 黑漆漆的灰音板 还有池中的鱼儿 短短的十七天 国脚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因为在这十七天里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找回了属于他们的自信 国脚们又收拾起行囊 准备新的征程 这短短的十七天 对漫漫人生来说只是一瞬间 在中国足球史上也只是一瞬间 但热爱中国足球的人们 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十七天 也许这十七天会成为中国足球 令人炫目的第一步 也许这十七天就是中国足球 迈向世界的第一步 掌握步很快 中国语言的交流 也是对他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他基本上不用翻译 直接就可以跟报信他们进行 借助一点熟识语 基本上完全可以沟通 这也是他一个有益的地方 其实这是他能够直接的 从外语得到实惠的一个地方 俄传有一个习惯 他一般不太愿意把别人的事情 特别是自己对里面的生活 或者这种详细的这种 都是为我们私下这样的交代 因为我们完全是说 我有学外语的这种角度来讲 学的这么说吧 作为一种越是近的 越是跟从远距 或者是国家的这个内部情况有关的 我想这一方面就表示很好的 基本上不说 或者说这个 从某种角量来讲 他作为一个球员来讲 他要真实对归 真实教练的指导 有些东西就不应该多说的 这一点也是他 我觉得做能够做得很成功的地方 但是我从外面的一种外围的 这个我可以在这里说 不是欧土的本人说 而从外围的反馈的消息 包括他们原来的本意 对欧土良的身体条件 并不是觉得太理想 可能比另外一位球员 可能会更喜欢外媒体 是因为无论从身材 还是魁梧 还是高达的感觉来讲 宋宋明就从某种角度 可能另外一位 宋宋明可能会更强一些 一上来 第一个人选 应该是 可能是 那位人 那位有宋宋明比 我宋宋明可能更好一点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下来 发现 就能够这个状态保持很平稳 发挥的很正常 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更可用的 觉得还是够处理 他最早是我们球员里面 能够嚼着口香糖守门的 那种很嚣大很热的那样 成绩上他内心里面 他自信心很强 这个口香拿出一个小例子 另外我跟他聊了一个天的时候 我就说 国外球员里面 你觉得你最崇拜谁 无论是以前的 郭比拉 吉拉维特 等等这些人 你喜欢这种 好动的还是好劲的 我说有没有偶像这些人 他说 我不同流爱的总员 我都愿意学 但你要说到拿他 作为一个偶像 我觉得还没有 我把他们崇拜到那个地步 我愿意学他们的长处 而且愿意把他们的长处 结合在一起 但是我崇拜是我自己 我愿意觉得自己 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守门员 从这点来讲 你看到一个很文络 书生般的这样一个守门员里面 能看到这样一个自信 很难得 说明他有狠心 有打劲 也有一种自己的期望 他那个就是 树的那个目标 也是很高原的 他们外语 应该是最好的话 可能就是欧洲良老 但他这样的情况 他不满足 很难能可贵 在学的过程中 非常的清晰 而且在任何场合 如果碰到面 都始终过来 再加交流 或者抓着一些机会 就是能觉得自己 能够多说一点 尽量多说 这一点 我觉得就很难得 另外一个 给我一个印象 这跟可能学外语 还有点题外的话 我觉得平时做人 就非常的得体 非常的好 完全体现出来一个 职业球员的那种 速度感 每当我们约这个时间 只要是约好的 肯定准时到 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提前到 即使就是临时有什么不行 或者说我们今天约好 今天晚上要谈某个题目 今天晚上突然临时要对里面有活动 或者要跟平常的休息间对调了 他一定会想方式法的打电话 通知我 所以有一门两次 他即使自己打 没法跟我联系上 他通过家里面的家人跟我联系 说今天不行了 我们另外改个时间 虽然这个时间不能定 但是这种虽然是一个小事 给我感觉的就是很热乎的 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不说是身关系 起码是朋友关系 违约了就不太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 事前做好这种准备工作 这是一个做人的最起码的一个准备 如果我和欧生人接受这么久 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他从来没抽过一根烟 也没有喝一口酒 有的时候大家朋友去的多的时候 硬碰是啥 起码尝一尝甜甜了 按本方话说的时候感情深 一口温 甘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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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就是 地里面做的要求 天酒不真 能有这么一种自律心 就自己 别说自己的那种能力特别强 听朋友说 他以前也不是说 没有抽过一根烟 或者没有喝一口酒 也就是说他自己能够 按照这个地里面的要求 说断了就断了 然后就一直再 没有再把他重新捡起来 这种自律率很高很高 我们中国球员 在走直律化道路过程中 太注重一些外表的 孤立性的东西 而对于人的自身的培养 或者速度的培养 就牵取得多 要想让我们直律化的球员 能够有一个飞业 或者说有一个值得的提高的话 我觉得应该像欧水洋 这样的球员要多一些 别的很自觉的 向国外职业球员靠拢 这一点他是 平常我们在用英语交流的时候 他特别关心 特别像我提问的问题 就是他老是有这样一个念头出来 这个念头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国内的球员 始终要教练 或者说俱乐部的领导 来约束他们 用钳子当头 把他们才能够做好这些东西 为什么就不能自觉一点 把自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作为一个球星 首先用你实识求着讲 你是个球星 责为公众人物 就是人物人在关注的焦点 尤其在公众场合 尤其是舆论打交道 包括跟我们记者打交道一样 他首先要给人家一种良好的形象 这是国外球员 特别是有休养球员 是一个很注意的一种方面 那么欧洲人在这方面就学习得非常好 而且他就是处处都关注自己的形象 而且每次都是给人家一种 谦虚好学 一个彬彬有礼 这样一个形象出现 一年感受更深的一层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就是说 在今年的贾欧开始一段时间 小欧她有一段低潮期 大家都看得到 你也不用这个忌讳 他觉得表现不一定 以前欧洲人最大的忌论 就是特别稳 但是今年 假如开始的 就一段时间不行 而且好多广东这边的一些球迷 有当场一个失神 什么东西 但是欧洲人基本上不猥琐 而且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向走下去 而且走得很有信心 从19PYVS小组赛里面的表现 你就看出来 他已经从低潮走出来 可以说是从一个台阶跳过来了 而且我觉得他这种状态 只要他保持下去 应该十强赛里面 我觉得我认为 他应该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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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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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